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谋摇了头 虽然说还搞不清楚老头的来意 但是对方的提醒看上去也不像无敌方式啊 老头说很多人 那就说明不止一个呀 这些人盯上自己目的又是什么呢 地魔兵 这个猜测似乎可能性最大 地魔兵在如今的魔界是最顶尖的魔兵 基于他的人自然不计其数啊 但是长久生死之间挣扎的左末 对威显的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锐的直觉 这个最有可能的猜测 反而最先的被他排除在外 除了地魔兵 最有可能引起其他人注意的 那便是他笑魔哥的身份和神力传承 倘若别人注意的是这个 那可就麻烦咯 左末皱起了眉头 旋即把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 他不会因为一个陌生老头的一句话就阵脚大乱 眼下他最需要的是练着出一把新的地魔兵 地魔兵 患素影浑丝草这个想法诞生之初 不过那是他的偶然之念 但是现在 他觉得这个方案远比他自己去忧权倦更加的容易实践 他如今不是无名之辈 无论是笑魔哥还是萧云海 这两个身份都相当的有分量 只要说他能够炼制出一把新的地魔兵 一定会有无数的人去搜寻素影浑丝草 在世人的眼中珍贵无比的地魔兵 在左末眼中只不过是一件死物 能够用他来换素影浑丝草 那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了 刚刚炼制出天蛇石像毛的他 倘若说能够再炼制出一件地魔兵 他的声望将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那个时候他所做的承诺便足以让无数人为之癫狂啊 把思路履顺之后 左末心头的阴霾尽都散去 老头也罢 其他人也罢 反正自己的目的是素影浑丝草 其他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这要是找到自己的身上 他也丝毫不惧 漆黑的夜色当中 一身鲜红长裙的曾莲儿 宛如一朵夜色中怒放的玫瑰 然而他的动作却悄无声息 没有半点风声 他有如幽灵般地出现在了青花雪的面前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曾莲儿看着青花雪悠然地问 青花雪呢 指着眼前一晃 一个俏丽的身影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脸色微变 心中骇然 脸上呢 却强自镇定 口中不服输地问道 你又是谁呢 曾莲儿眸子朦胧了起来就好似一抹云雾 悄然飘至 近来说 左墨的声音忽然从房间里边传了出来 曾莲儿的身影立即在原地消失 惊骇之色此时 这才在青花雪的脸上浮现而出 他是青花雪 当年拜在我的手上 没有想到他在妖族使团 而且认出了我的身份 我就干脆让他跟着我 免得出去乱说 左墨解释着 别人不知道 他却很清楚 曾莲儿刚才动了杀鸡 若是他再晚出口 估计青花雪已经就成了一具尸体了 我怎么会和一个小姑娘一般计较呢 曾莲儿的嘴角略过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腰轻轻一扭 红子的长裙甩开得如花瓣般怒放啊 他优雅地坐在了左墨面前 这曾莲儿做什么事情都优雅从容 这玩意儿啊好像是天生的 像自己这样的土豹子怎么也学不来 左墨摇摇头把这个好笑的念头抛之脑后 他随即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啊 成功了 曾莲儿吐气如蓝没有半分的矜持 笑眼如花灿烂夺目 或者血脉变得更完美 这以后的修炼可是有莫大的好处 而且啊神力增长了一成半 听到这儿 左墨悚然动容 对魔族来说 血脉呢是他们最核心的力量 也是所有力量的源泉 故本培缘对任何一个修炼者都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而神力增长一成半更是让左墨的目瞪口呆 便是像他这样身怀小号神经一般的右手 想要增长一成半的神力 但在没有其他辅助手段的情况之下 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 值啊 真是太值了 左墨远不住兴奋地说 曾莲儿微笑着 仿佛永远被云雾笼罩的魔的深处 悄然闪动着莫名的情绪 当然值了 不过交换的可是地魔兵啊 当时听到需要一件地魔兵的时候 曾莲儿实际上心里边已经放弃了那副白钢蛇骨 那个价格不是他所能够承受得起的 就连他的父亲曾义曾经也是一介之主 但是也付不出这样的代价 而眼前的这个人呢 却毫不犹豫 无关男女之情 他忽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左墨的身边 总会汇集着一些让他感到吃惊的天才人物 伟圣 公孙 别寒 这些人呢 随便一个放出去 都是光滑四射耀眼无比的存在 可是如此杰出的人才 全都紧紧的汇集在左墨的身边 为了他 甚至呢 愿意付出生命 左墨并没有注意到曾莲儿的情绪 他脸上难言喜色 太好了 你现在出关了 我呢 也可以安心的练去地魔兵 什么 练去地魔兵 曾莲儿从得到白纲舌骨后就一直在闭关 他对外边发生的事情是全然不知 当听说左墨还要练去地魔兵 他不禁有些惊讶 是的 左墨正正的点了点头 他咧嘴笑着说 我呀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用地魔兵换素影浑丝草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不去忧权界了 地魔兵换素影浑丝草 曾莲儿呆立当场 他几乎啊 是怀疑自己的耳朵 听错了 怎么 难道我们还有其他地魔兵 看到曾莲儿一脸的茫然 左墨可是得意无比 再练不就完了吗 曾莲儿无语了 剑客一抹笑意在他的嘴角绽放 左墨说起练之地魔兵 那口气好像随便的喊嘞 但是他虽然吃惊 可却丝毫不怀疑 左墨能做到这一点 他的目光悄然落到了阿鬼的身上 莫名的一声悠悠的叹息在他的心底响起 如同云雾般鸟鸟升起 笼罩了他的脑子 什么时候开始练 既然你出关 那就别耽误时间了 左墨脸上嬉笑之色一扫而光 神色变得素目无比 明天就开始 上次那个蛮牛没敢和我动手 让我很失望啊 老头咧着嘴 一口落风黄牙惨不忍睹 一位少年出现在不远处 紧身的衣服把少年修长的身形勾勒无疑 他半躺在离地一丈高的半空当中 就好似身后有一张无形的椅子 他半个身体都蜷缩在无形的椅子里边 那姿势呢 是怪无比 一只手拖着一个果盘 里面堆满了血葡萄 那一只手呢 不断地往泽里扔着血葡萄 神态惬意 我哪敢和老前辈动手啊 我是来吃喝玩乐的 不过前辈上次护着肖摩哥 二哥无辜而返 这次似乎又对着肖云海感兴趣 前辈 给条活路吧 肖云海 难道你们不是为了肖摩哥来的 老头挖了挖耳朵 我虽然年纪大了 耳朵也不再如以前了 可实在是经不起反复的念叨 肖云海是找到肖摩哥的关键 这句话 老头我耳朵都快听出奖子来了 哎呦呦呦 前辈 话不要说得这么直白嘛 打个商量呗 你老头我们这些晚辈计较啥呀 前辈开个价呗 老头四笑飞笑的看着少年 我们神殿 看来这次决心很大呀 还长还长 您老呢也知道 穷乡屁啊 没什么好东西 您老呢 可别开价太狠了 谦虚了吧 我没递错的话 哎 你们店里那桌结佳香 也差不多开始结佳了吧 老头我也不要多了 呃 无可 老头再次露出了满嘴的黄牙 一脸是快的模样 少年的身体呢 微不可查的一僵 他在心底猛的升起了一股寒意 结佳香 那是魔神殿最核心的机密啊 他种植在神殿的禁地 又连神殿的护卫都不知道此物 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头却一清二楚 您老果然神通广大呀 不过总共裁剪五颗 您老这呼拉全弄去 五颗 我怎么听说 我怎么听说是十一颗呢 少年背后瞬间布满了细密的冷汗 他盯着老头目光锐利如见 您老到底是谁呀 我是谁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老头咧嘴的是一脸的憨笑 少年如同一只欲责人而逝的毒蛇 浑身的肌肉绷紧了 随之可能弹势而起 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老头脸上的笑容 这个时候并没有半分的变化 半晌 患人少年浑身一松 懒洋洋的把身体窝进了虚无的空中 两颗 最多两颗 少年拿起了一颗血糊到丢进了嘴里边 含糊不清 若你老呢 把肖魔哥 直接给我嘛 钱给您了 也成啊 两颗就两颗 不过 在小魔哥没有出来之前 你们得保证肖云海的安全 哦 您老对肖云海很在意啊 少年的语气意味深长 废话 他可是能够练制天魔兵的家伙 老头我还指望有生之年 能够把天魔兵来甩一甩呢 老头直言不讳 什么 天魔兵 少年愣住了一脸狐疑 不是 这 这真的假的 他参念出一把地魔兵吧 呵呵 你看就是了 老头把他摆手一脸的堵定 少年脸上呼吁未消 他总觉得呀 老头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可是老头的脸上呢 又看不出任何的端倪来 左末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他呆在魔兵池 一心炼制地魔兵 看到池子里废弃的魔兵 他是摇头苦笑 哎呀 这叠兵之术 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 上他的运气真不错 每次失败 都要浪费十件降阶魔兵 几次下来呢 这左末手头上 降阶魔兵的数量锐减 这样的索号 让他的心理之低血下 叠兵之术 左末自然已经是全都掌握了 但是每融合一件降阶的魔兵 难度呢便会成倍的增加 当融合的数量达到五件以上 魔兵便会变得极其的不稳定 失败的概率呢 便是陡然增加 便是左末这样造诣深厚的魔兵师 也是无可奈何的 低魔兵需要最少十件降阶魔兵 少一件都不行 连续的损失了数十件降阶魔兵 这样的损失连左末已经都感觉到 吃不消啊 每件降阶魔兵的价格 那都在三百万魔兵以上 也就是说 左末的损失高达尽一抹贝露 换作那些大家族或许不在意 但是左末呢 却是肉堂无比啊 废话 你当地魔兵是什么东西 服药一脸不以为然 左末一愣 他陷入了思考 自从炼制出天蛇石像毛 他自认呢 已经掌握地魔兵的秘密 对于炼制新的地魔兵 他是充满了信心 然而炼制的结果呢 却和他预计的完全不同 联系损失禁忆的魔位 让左末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了 叠冰之术是个简单的方法 但是却不是一个稳定出产的方法 左末忽然发现 自己走了一个误区 过于依赖叠冰之术了 魔兵和法宝 在人们完全不同的两东西 但是在左末的眼中呢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不过一者是魔纹 一者是符纹而已 而身为魔兵巅峰的地魔兵 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他能够彻底的激活血脉内的 一些隐性力量 这也是地魔兵啊 最珍贵的所在 他的核心便是魔纹 回忆自己所学 无数魔纹像流水一般 在他的心头掠过 左末的目光一点一点的变得明亮 他的眼睛就像夜晚耀眼的星辰 能够做到激发血脉的魔纹都是强大无比的魔纹 它们往往呢是一些顶级材料本身所拥有的魔纹 而一般的魔兵师呢不过是把这些隐性的魔纹激活 但是左末却对这些魔纹呢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他知道魔纹呢也能够像符文一样绘制 壮刻魔纹 这可是他的老本孩啊 再说了 那现在另一个问题就是魔纹的载体 如此强大的魔纹必须需要那些强大的材料才能够承受得住 对于这一点呢 一般的魔兵师只有用那些天才地宝 但是左末却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修真世界第506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